刚开始的时候 2000年的时候 我们是用手写 顾客给一张卡 我们自己也要记录一张卡 当我开很多分行的时候 每次顾客去别的分行 都要打回去 那间他开卡的分行去问 也是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会 我用这个EPI之前 也试过很多 他们用到一半 不是他们的公司倒闭 就是programmer跑了 然后我也找不到人 然后顾客开了卡 我也头痛 还好那时我们有手写 用了这个EPI以后 就这些麻烦是少很多 第一它是全部电脑化 我们的顾客 不管去到哪里都可以用 而且很方便 就算你没有带卡 现在给一个电话号码 还有tumprint 它就可以马上使用 很user friendly 我要check什么sales 要check哪一个工人的表现 做了多少 能不能达到业绩 这些他们EPI的系统很清楚 这个EPI它的accounting那边也是很强 它可以帮我直接把工人的工钱算出来 它的commission直接 total up 很多我不懂的那些accountsystem 他们这个EPI都会帮我分享一下 应该有14年了 08年开始到现在 会给四个星期还有带进步 有介绍很多人给你们的老板 有介绍很多人给你们的老板 人们 Pluto 雨曳 N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